2019年中大冲突 其中一人审讯之后裁定暴动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不服上诉 上诉停裁定法还原审法官重审 案发在2019年11月12日 多个人在中大2号桥上向吐露港公路订大量质物 导致交通严重瘫痪 又用汽油弹和砖头等袭击警员 其中一个被告 24岁的理大学生李俊浩 2021年获区域法院裁定暴动罪名不成立 法官李庆年裁决时说 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俊浩是何时到达 以及是否身处暴动核心范围 和在现场逮留了多久等等 也未能证明李俊浩在言行上 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暴动 未能在毫无合理疑点下 推论李俊浩身处现场的时间和地点 必定会看到、问到和感受到暴动情况 律政司不服上诉 认为裁决有别常理 上诉庭三位法官考虑之后 質疑被告的说法有问题 包括李俊浩声称因为后脑流血受伤 没有及早离开核心范围 不过他没有出庭作证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又質疑李庆年法官 为什么会觉得李俊浩不能必定看到、 问到和感受到暴动情况 法官也没有考虑获得解释 李俊浩在警方驱散四分钟后 才被拘捕的情况 上诉庭批准律政司的上诉 安排九月在区域法院再提讯 书免盘持半年内单步 无声电视机在钟卓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鞋